战火继续升级 巴勒斯坦谴责以色列使用反人类武器 虽然以色列的国土面积不大 但军事实力确实非常强 打遍中东无敌手 周边的国家都被他揍了一遍 可以说除了武昌的上三场外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从军事领域战胜以色列 以色列光是军事科技企业的数量就领先大部分国家 90年代时 世界前100军工企业中 有20家都是以色列的 海陆空三军更是没有短板 陆军方面以色列拥有超过3600辆主战坦克 48套N270火箭炮系统 装甲车数量也突破4000辆 再加上各式火炮 以色列堪称是中东版钢铁洪流 防御系统以色列也无可挑剔 铁穹防御系统可以拦截90%以上的导弹和火箭炮 空军方面更是碾压中东各国 21个战斗机中队 600多架先进战机 其中包括F-15 F-16重型战斗机和F-35战斗机 还有48架阿帕奇重型武装直升机 这种规模的空军在中东地区堪称豪华 除了作战飞机外 以色列的预警机编队颇有规模 预警机总数量超过10架 这对于领土本就不大的以色列来说完全够用 以色列预警机的规模 如果真的发生空战 一只鸟都很难从以色列领空飞过 因为以色列的主要威胁来自于陆地 所以以色列的海军主要以自卫为主 相比之下巴勒斯坦的军事实力很弱了 以色列完全可以形成碾压的姿态 现如今更是使用了反人类武器白鳞蛋和极数炸弹 巴以冲突继续升级 以色列在人口密集区域使用白鳞蛋和极数炸弹 这是要灭绝巴勒斯坦吗 号称地狱之火的白鳞蛋曾被联合国禁止使用 尤其不能用它来伤害平民 但这次以色列也被打出真火 开始向人口密集区域使用白鳞蛋 白鳞蛋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 白鳞是一种化学可燃物 最高可释放1000摄氏度的温度 任何生物沾上白鳞后都只能是被焚烧成灰烬的下场 一旦人的身体接触到白鳞 短时间内很难去除 更别说在战场上使用了 白鳞的燃烧会直接穿透皮肤和肌肉 烧到骨头 除非白鳞好劲 否则在战场上根本无法熄灭 而且被白鳞烧到后 占又根本无法施救 因为烧不注意可能下场就和对方一样了 相比身体的伤害 白鳞蛋给人带来的心理冲击也是巨大的 白鳞本身就有剧毒 50克就能毒死一个成年壮汗 白鳞蛋内部不仅有白鳞 还有大量粘稠剂 一旦爆炸粘稠剂 伴随着白鳞就会四处飞溅 牢牢地粘在人体或者建筑物上 如果被白鳞粘上 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用水来隔绝空气 而且在白鳞没有被清除之前 需要一直在水中 否则剩余的白鳞在遇到空气后 还会继续燃烧 如果被白鳞大面积粘到 神仙来了也难救 这也是为什么联合国禁止使用白鳞作为武器的原因 这种武器确实太反人类了 除了白鳞蛋外 以色列还使用了极数炸弹 这种炸弹也是我国心中永远的痛 以色列向平民区域投放极数炸弹 极数炸弹到底有多厉害呢 极数炸弹并不是单一型号的炸弹 而是一种弹药的统称 极数炸弹之所以厉害 并不是它在战场上能有多大的杀伤力 而是在战争结束后地面上还会有大量被尘土掩埋的极数炸弹 拿美国的CPU87B极数炸弹来说 重量1000磅的炸弹中可以携带202枚子炸弹 极数炸弹投放后再下降到一定高度后爆炸 爆炸后瞬间分裂出成百上千枚小炸弹 这些炸弹都具有引爆的功能 虽然单枚子炸弹威力不会很大 但是几百上千枚形成的爆炸威力是非常巨大的 这种炸弹对平民的误伤率非常高 战争结束后 被极数炸弹轰炸过的区域根本无法生存 因为随时都可能踩到遗留下来的子炸弹 很多平民也因此失去性命 越南战争时期 美国曾向越南投放了大量极数炸弹 至今遗留炸弹的问题都没有被解决 因为越南与我国接壤 我国边境地区也难免被波及 我国也组织过多次边境大面积排雷行动 也有很多战士因为排雷任务失去双手 双脚 甚至性命 极数炸弹对平民的威胁远超常规炸弹 而且对战后的恢复也会造成严重影响 所以2008年5月 111个国家在爱尔兰联名承诺销毁所有极数炸弹 并且停止极数炸弹的研究 生产和销售工作 生产和销售工作 生产和销售工作